就是我們的資料把它寫出去變成一個json的檔案 那這裡的話,第一個我們會需要 除了要載入字,因為前面基本上就讀取,讀取json 讀取json的話,最早就用所謂的json.roll roll加s,有沒有 也就是說用爬蟲,把資料爬下來的話 會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然後呢,我們可以配合一個json.rolls 也可以把資料漏進來 OK,那在最後去處理 另外我們也用到就是說,如果它不是一個字串 它是一個檔案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json.roll roll的話呢,就是roll一個檔案 也就是說你那個檔案不是直接爬下來 不是用爬蟲爬下來,爬到一個字串裡面 而是說你自己手動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個檔案的話呢,實際上是存在你可能電腦根部裡面的可能什麼什麼 那一個什麼 read.json 就是有一個檔案存在 如果是一個檔案存在的話,那就是要用json.roll 後面加s 後面的話就給它一個什麼呢 給它一個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檔案物件 讀的方法記得,就是用open的方法把它開起來 那開到放在這個f物件裡面 再用json.roll 把這個資料給roll進來 ok 那頂倒過來,所以剛剛前面部分主要鋪層是讀 那讀的話當然會比寫的機率來的高很多 可是要寫的話就可以注意 剛好概率蠻像的 只是說把roll改成叫dump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寫出去成一個檔案的話 那你就json.dump 但是後面的話記得,你需要給它什麼 給它它需要的東西 通常的話會是那個字典的一個形態的一個變數 ok 所以你必須什麼 先把那個字典先把它就是產生出來 然後再丟給那個json.dump 他就幫你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題重點就是你要先第一個 產生他要的這個字典的一個結構的一個資料 然後再用json.dump 就可以把這個檔案給寫出去了 ok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當然相對的 json.low有沒有 json.low 所以相對的另外一個叫什麼 json.dump加s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就是說你要 如果你要輸出的不是檔案 而是一個json的一個結構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用json.dump 這個概念其實相似 所以有這四個還蠻重要的json的方法 以後用到還蠻多的 讀的話用low跟loss 寫的話就是dump跟dump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我們知道這個概念之後 因為我們要寫出一個檔案 所以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叫做dump 那這裡是dump 不是dump 那這個資料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那個0602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0602部分 那底下的話大概就是會有一個結構 比如說我要寫出去的話 基本上當然第一個 你需要先產生一個字典的一個變數 那裡面的話當然 我們前面用過就是大瓜糊的話 就是表示字典 所以它這個題目要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剛剛那個題目要求 它要我們就是外面是一個字典 然後有個key key的名稱的話叫people people裡面的話有個value 就放一個所謂的串列 那串列裡面又放總共有1、2、3 三個字典 那這樣該怎麼寫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先需要把這一個結構產生 再利用那個dump的方式把它輸出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基本上寫完的程式大概長這樣子 那這個程式 基本上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請各位一樣先開一個 在spyder上面開一個 新的一個文件 一個module 然後呢一樣 第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一樣先import這個json 這個地方 那json主要我們會需要用到他的時候呢 就是利用json裡面的json dump ok 然後dump裡面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總共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你要產生的那個字典 ok 字典的這個變數 豆點後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f f的話指向就是 我們要寫出去的那個檔案 所以基本上兩個重點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底下這個三行 基本上就是寫出去的動 你會發現跟前面寫csv還蠻像的 有沒有前面寫csv 差別只是說呢 我們第一行其實只是副檔案不同 有沒有 這邊 之前第一行是點csv 那這裡的話呢 是點json 一樣是豆點 檔案模式 ok 當然呢 如果你後面假如說呢 沒有加那個encoding的話 那預設他的編碼方式 預設 我記得呢 他會是cp90 ok 所以如果你是要用那個ut28的話 那你可能後面你還要再跟他講一下 一個參數encoding等ut28 不然的話寫出去 可能預設就是用這個cp950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產生剛剛講的 最重要的部分 怎麼樣產生第一個字典 欸 外面第一層是字典喔 所以如果你要產生第一層字典的話 特別是喔 你就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產生一個空的字典 欸 如果產生一個空的字典 其實非常簡單 不過那個 比如說那個字典 對 變數名稱叫data好了 欸 那如果你要產生一個空的字典的話 很簡單 等於什麼 一個大瓜糊就可以了 欸 這個概念跟那個串列蠻像的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就是中瓜糊裡面不要放 那如果你要產生一個空的字典 就是前後雙語號 或前後單語號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已經先產生了一個大瓜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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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空的一個字典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裡面需要一個key 叫做people 所以呢 底下的話該怎麼寫 第一行呢 如果你要寫這個people的話 那你就是在這個字典裡面呢 產生一個key 叫做people 那people裡面的話有value value就是會有一個什麼呢 欸 串列 那這個串列呢 我們可以什麼 先產生一個空的 欸 所以特別是哦 在這個大瓜糊裡面呢 我們再產生一個key 叫people 然後呢 再放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要放總共三個 三個這個字典 放三個字典 所以如果你要在那個串列裡面放東西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 你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那就是用append OK 特別是哦 點append的話 意思說我要放什麼呢 我要放這個資料在這個串列裡面 那第一個資料的話呢 我是放什麼 這邊有一個叫id 它的key叫id 裡面的資料就1 然後它的名字叫peter 然後country 這個台灣 OK 然後呢 那裡面特別是哦 記得用大瓜糊 因為這裡的話呢 我們需要一個串列 一個字典 所以在串列裡面 要放的字典的話 那特別是哦 第一個啦 你可能要記得就是 在這個people的這個 特別是哦 裡面的話 你要再新增資料的話 你就點 後面加上一個 點append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串列裡面 我要新增資料 特別是它就會 你其實點A 它就自動會出來 那你在大瓜糊 裡面的話呢 你就分別怎麼樣 輸入你需要的資料 當然呢 其實就是把這些資料 把它key到這邊而已 所以如果將來呢 假如是針對考試的話 而且很簡單 因為考試是有試卷 試卷這些資料都有 其實你就是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 照著它的key value 豆點 key value 豆點 分別把它填到這邊來 所以填上去的話 基本上 就是先把1寫給填上去 再把2填上去 再把3填上去 那未來當然哦 如果你資料到非常多的時候 比如說你可能這個資料 在資料庫裡面 那你就跑個回圈 就分別把它的pend 進去就ok了 那如果你是爬蟲的話 當然又另外也是一樣用回圈 用個for回圈啊 或者是壞回圈 可以把資料全部讀進來 所以呢 這裡的話 我會把3個資料 放到裡面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字典 裡面data 我們就完成了 那再來就是什麼 利用json.dump 把這個data 把它放在這裡 它就知道說 哦 這個就是你要的 當然你如果沒有dump之前 我們可以先來run一下 最後其實你可以怎樣 可以先print一下 先把這個dump 這個在dump之前 先把這個data先顯示一下 看一下 print一下 那你會發現看一下 是我們要的 ok底下 這邊就顯示出來了 這看起來好像似乎 就是我們要的結構 大瓜糊裡面有key 叫people 然後呢value 冒畫後面有一個value 就是一個這個串列 甚至你也可以怎樣 把這個資料 ctrlc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這個jsonedit這邊 call 然後把它怎麼樣 貼上 貼上之後呢 再貼到tree 其實你會發現 奇怪 它這個 好像直接貼都會出錯 一定要從存檔之後再貼 就沒有問題 這個我再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完成之後 最後再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其實就是 就是剛剛講的那三行 第一個的話呢 先開一個空的檔案 叫write.json 第二個的話 把data 用dump 把它寫進去 記得喔 最後要close掉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樣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這樣執行之後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 那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根目的底下 因為我放在cd底下的這個 python2021裡面 那會有一個 這個write.json 當然你可以按右鍵喔 我這邊有edit 這個node pay++ 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可以看到最後結果 Ctrl 放大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然後我直接從這邊喔 其實你Ctrl C 再Ctrl V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喔 就把它貼上 用tree 這個就ok 好像直接從那邊複製貼 檔案貼過來ok 但是 如果直接用 剛剛那個編 我們再看一下喔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結構基本上呢 就是 外面一個什麼 一個object 就是一個字 一個字 裡面的話 你會按people people它裡面就是一個 有沒有 中瓜弧 那就是一個串列 那一個串列裡面呢 總共有包含三比七路 那裡面又是一個大瓜弧 所以是字典串列字典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請各位喔 如果這個做完之後喔 把它變化一下 就我剛剛講的 這個如果做得出來的話喔 那請各位呢 把這個部分喔 再結合一下 比如說結合什麼 結合那個 就是比如說汽車竊道 這個汽車竊道的這個資料喔 是開放資料裡面的CSV啦 那如果我們有個需求 假設喔 我希望喔 把那個汽車竊道 按鍵裡面的CSV喔 幫我轉換成 這個json檔的話 該怎麼做 那這個資料當然喔 一樣我們可以從什麼 我看這邊有個連結 你可以 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去找了 那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找那個開放資料 然後找那個 找竊道 竊道 竊道這個 關鍵這第一個好像就是汽車竊道 應該好像最多人 汽車竊道 這邊會顯示喔 台北市的漆 或者你打漆道 好像也是放第一個 這邊就CSV 那假如說呢 我們有個需求就是 欸我希望喔 拿這個資料幫我轉換人結神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有幾種做法啦 不外乎就是你直接點它 它直接下載 下載就是一個CSV檔 或者另外呢 你也可以用什麼 爬從的方式 先爬下來 然後呢 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把它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喔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喔 OK OK